這把是甚麼劍 這把叫做七星劍 七星劍可以看嗎 可以看嗎 裏面有七顆星 所以叫做七星劍 這真的是個人不喜歡 是 道士有種很特別的劍 是甚麼樣子 這把就是道士用的劍 裏面有一個符 有一個符 可以看嗎 這個有符 還有一條坑 是 這是血槽 血槽是否殺傷比較大 沒錯 一樣有七星 還有一種 莊家護苑用的劍 是甚麼樣子 這種莊家護苑用 是相當長的 這種也是 這把劍 沒錯 莊家護苑都是用這些劍 有人說百日刀千日槍 萬日才練得好劍術 為甚麼練劍這麼艱難 劍的確是比其他兵器難練些 因為它是 我們叫做三尖兩人 因為它是很容易 一不小心 很容易刮傷自己 所以特別難練 最難的部分在哪裏呢 練一把劍 你說是練技術 還是打造一把劍 練技術這個很難說 我想最難過的一關就是 對戰 大家對劍最難過 出劍又是哪一種儀式 沒錯 據我所知 以宋太祖的龍錶劍來計 是有三種方法 掛劍和出劍都有三種方法 一種叫做掛劍的方法 就是掛在身邊 它的形式就等於現在的人 背著腰帶一樣 除了腰帶之外 另外劍還有一條帶 這種叫做掛 一種叫做掛 掛是怎樣呢 譬如這把劍 那譬如掛 掛是要吊著它 如果掛的時候 就將它這樣 哦 卷上來了 卷上來了 另外這裡 有一條繩 有一顆豬 一穿 穿著 釘著在身邊 釘著在身邊 固定了 這叫做掛 哦 這種跨 多數是因為 如果在馬上 就怕它掛的時候 很不方便 拼著拼著不方便 對 拼著不方便 所以叫跨 跨就多到站在馬上用 馬上 第三種 平時用都可以 第三種是背 就是把劍揹背 但是背 就說出劍 如果背劍 出劍會不會很艱難 把劍這麼長 那怎麼拔出來呢 這個是入於劍派裡面的 是一種秘密 如果以前來計 是一種秘密 是不可以告訴別人 是呀 造先生 如果要看一把好劍 怎麼才為之漂亮的劍呢 我自古以來 追求好劍的人 一定是挑選的 有花紋的劍 劍身裡面有花紋 沒錯 它是原生出的花紋 即不是後天挑上去 不是後天挑上去 是呀 一層一層 一層一層 沒錯 真的很特別 花紋有很多種 譬如說劍有劍氣 如果想選劍的時候 要選一把劍氣比較濃一點 那怎麼選 如果懂得是 所謂有劍氣的人 選劍的話 他就是這樣 剛才拿一把劍出來 用布或者用紙 包著劍 就會將它對著自己的額頭 很危險 都不會在隔幾寸圓 對著額頭 躲在額頭 感應劍尖透出來的那種氣 如果喜歡殺氣大一點 會選一把 當你這樣試驗的時候 它的氣是很重要的 直接吹過來 如果喜歡柔和一點 或者民事要選柔和一點的劍 可以選劍氣比較柔和一點 它這種感覺 就好像一陣一陣 寒風吹過來的那樣 我想再說一下劍氣 有些人說 只是憑劍氣 就已經可以殺人了 如果亂到燈風燥極的時候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 這種東西 我在武俠小說就看過 但是我都不相信會有這些事 有些說到劍氣幾乎好像死光槍一樣 那以我本人的經驗來計 就是 譬如練宋太祖龍雕劍 它可以有一種練劍氣的方法 這種方法是拿著劍來練 練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把劍發出一種光芒 好像煙霧一樣 而且是每一次練的顏色都不同 是七彩繽紛的 而且這種氣的形狀也不同 有時見它包著把劍 有時在劍尖 有時就聚集一塊 有時就是很厚 有時很薄 相公對敵的時候 劍氣可以發揮什麼效用 對敵的時候是這樣 譬如我們練劍氣來計 分兩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就是 自己可以看到劍氣 已經可以見到 對方的劍氣 譬如我和你對敵 你拿著劍我也拿著劍 大家相對的時候 譬如你的意念 你想像我的頸 你的劍還沒動 但是劍的氣 有一道軌跡 它已經向我這個方向飄過來 但是你把劍仍然沒動 只要你的意念一動 劍的氣就先動 那我就可以直點這個 所謂一殺馬的機會 後發才智 這種是第二重境界的劍氣 第三重境界的劍氣 就是可以駕馭那些劍氣 譬如說練到 你一劍刺過來 我們的劍不需要雙膠 不需要隔 譬如我把劍 承著這把劍 轉一轉大概幾寸的距離之外 已經可以將這把劍彈開 你刺過來的時候 你好像打到一個皮球一樣 你的劍會彈開 而我呢 又可以直轉一些 小小偏差 就可以刺到你 這個是劍氣的用法 是劍術高的人才有劍氣 還是一鑄出來把好劍已經有劍氣 好就這樣兩種 鑄出來的劍已經有本身的氣 這個叫做先天氣 我們去練 叫做後天氣 將後天氣和劍的氣合一 加上另外一種比較秘密的方法 所謂採天地之氣 借天地之氣 跟劍 人、劍、天地合一 聽起來好像有劍 這些叫劍氣 但實在是有的 實在是有的 今天關於劍 我們眼界大開 多謝趙先生 多謝你 多謝你